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独生女 妈 六岁之后我开始做教务 还有我带了我爱的孩子 那时候孩子才五六个月吧 交给我来去照顾她 所以我几乎可能没有时间去学校 所以有一年我没有去学校 因为我要照顾孩子 还有照顾我爱 因为那时候我的爱生病 所以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所以我只好同时照顾孩子 跟我照顾我的爱 所以我那时候 几乎跟朋友出去玩什么都没有 都在家里照顾他们 所以后来过了两年吧 我差有机会去SCC那边 还有一个小节目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姿勾 我们来这边那时候是六月还是七月份到高雄 觉得高雄太热 比台北这边更热 所以我这边第一要吸引环境 然后食物 还有身边的人觉得蛮困难 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身边认识的人 我听说文早是外语学校 但是我到那边我们班上全部都是台湾人 只有我是外国人 所以我第一天我走错教室 他们也很好奇 为什么我来文早学中文 然后跟他们讲说 跟你们一样我也要学中文叫外国人 其实都一样 外国人什么园都可以教 外国人什么园都可以教 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有点紧张 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去打工会 我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管是人啊 事情都会什么事都会发生 所以我那时候我很害怕说 如果我做错什么事 你会不会被处罚或者被说你要发钱什么的 这会很多很多问题 第一天去上班都觉得好有压力 不知道怎么开口 然后我问我们同事说 如果遇到什么事情该怎么做 然后他慢慢地教我 然后我慢慢地跟他们交流就觉得说 台湾的工作是这样 跟陌生人也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在这边学到很多东西 尤其是出去打工之后 不管你认识还是不认识 都要问你我可以帮你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有帮助 因为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带到马拉威 跟其他人分享 和其他人的乐图 和其他人分享 和其他人分享 如果沒有到ACC裡面去 我會是在那裡那會做什麼 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在這裡 我可能沒辦法去 一一地去感謝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要感謝 所以我只好說 謝謝每一個人幫助過的人 謝謝你們 咦EN 虱頓 咦EN Slack eres 包 那 找 再 那 只 快 向 楼 有 Lu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